進入12月 重花鵬頭鎮龍潭村的一個種植基地 多種不同顏色的水果迎來豐收 有紅色的小番茄 黃色的玉金 還有翠綠的網文瓜 2021年末 我們開始種的第一批網文瓜 它的種子都是從日本引進的 然後我們自己來育苗 來栽培種植 現在種的是阿魯斯品系的 在日本金剛地區種植來講 它是最高品質的品系 網文瓜顧名思義 果皮帶有網狀的紋路 溫室大棚裏 一個個網文瓜嬌口玲瓏 圓潤可愛 還散發出清甜的果香 翠綠的果皮帶有粒瓣感很強的網紋 種裂的已經完成了 現在是橫裂 這些都是它的傷口 它愈合之後 它就變成了它的網紋 過程中如果栽培條件控制不好 它的傷口就會潰爛 這時候我們要把刮帽帶上 它的溫濕度 光照條件 這些都是要求非常苛刻的 溫室種植可以為網文瓜 提供溫度可控的環境 而敵冠系統 則是可以為它們提供充足的水分 在土壤改良方面 基地也有一班特殊的好幫手 土壤表面的這一層黑色的物質 就是它們生產出來的誘人份 這些就是我們的蚯蚓養殖床 一個新的隱床寬度是在15公分 高是在10公分左右 然後我們每天不停地給它投胃食料 旁邊的牛奶廠的牛糞 藥渣水稻的解架 這些有機飛行物 把它們混合發酵 然後再餵蚯 三個月左右我們的隱床 會長到一米五寬 一米高左右 一畝低的話可以有80到100噸左右 以優引養殖的方式 進行速勤糞便和有機廢氣物的 無害化和資源化處理 真正做到零碳排放 提升農產品質量 實現農業生產的綠色循環發展 該企業也成為了粵港澳大灣區 優質農產品供應鏈產業員項目之一 日前更入選了 2022年度國家級生態農場已授予名單 今年是基地第一年迎來網民瓜豐收 一季畝產1,000個 最後一批網民瓜 將於元旦前後成熟採摘 採摘後放置5至7天 後熟過的網民瓜果肉口感綿密 汁水豐富香甜軟樂 豬福記者在增加期報道 在增加期報道 谢谢